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传统包袱带来生命的璀璨与睿智 今日共享主题 宜居火星 科学巨人平息 英国知名物理学家 Stephen Hawking 于2018年3月14日去世享年76岁 生前 Hawking被誉为继爱因斯坦之后最杰出的物理学家 或是成对人类作出五大预言 其中与宜居其他星球相关者如下 地球将变为火球 噪音使人口过剩极具消耗能源 将使地球变成炽热的火球 其他诸如传染病等问题 将致使地球的环境易发险峻 导致人类灭亡 霍金建议公元2600年以前 地球死期降临之前 人类应该移居其他星球 无独有偶的硅谷钢铁侠 也就是Tesla的创始人 Elon Musk 最近他除了不断活跃于 Starlink星链卫星接受器领域之外 他的太空运输公司SpaceX 近年来在太空航行与民间卫星研发领域 独占凹头而且大放异彩 Mask发现自1969年 Armstrong首次登上月球之后 人类并未对其他星球 给予更多的关注 这个发现一方面令马斯忧心 同步也令他燃起誓愿 自己去完成吧 换句话说SpaceX 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催生而成 2022年3月 Mask曾经回应Twitter的粉丝提问 到底要到什么时候 才能让人类第一次踏上火星 这位亿万富翁 毫不犹豫地给出了答案 2029年 在此让我们共同祝愿 Mask不负众望继续绽放 新际任敖游的辉煌成绩 接下来我们要来对比金星与火星 哪一个更适合人类移居呢 当人类打算进军火星之前 让我们一起回顾 物系生态的进化过程如下 太须 进而大爆炸 进而夸克 进而中子与直子 进而原子核 原子分子 有机分子 单细胞生物 进而多细胞生物 海洋生物 两栖类 爬虫类 脊椎动物 进而哺乳类 然后就到了人类 是人源 旧人 新人 然后最后达到了现代的人类 在上述这个进化过程中 我们共同感恩海洋的存在 它是孕育第一个原始生命的温床 相较于地球临近的两个星球 金星火星 海洋能在地球上持续存在 可谓殊胜而且庄严 以下我们对比两个星球的宜居条件 如下 一金星 它比地球更接近太阳 其大气的主要成分是二氧化碳 至于其地表的温度 则高达摄氏450度C 这是金星无法成为生命行星的主因 另外第二个就是火星 它又冷又干燥 火星表面的平均气温非常低 大约在摄氏零下60度 即便在次到一带 也只能高达摄氏零下50度C 极少时间火星的温度能上升到零度C以上 再者美国的卫星长期监测火星表面的结果 发现在火星表面经常发生大规模的沙尘暴 其覆盖的范围甚至可遍布全球 因此不适合人类居住 近日的科学显示 一次元空间实则与人类所住的三次元空间 它是重叠在一起的 因为人类的世界是四次元五次元空间 乃至更高次元空间的部分 此即合 这个论点为人类提供正确的认知如下 一次元空间的生命本来就围绕在人类的四周 只是大部分的时间 我人的肉眼没有能力倾建非常高的一次元空间之生命体而已 犹如蚂蚁所处的二次元平面 是咱们三次元空间的一个部分子即合 因此人类与蚂蚁虽然分处不同次元的空间 但人类可以很清楚看到二次元的蚂蚁 但蚂蚁永远无法看到完整的三次元立体的人类 换句话说 对于蚂蚁而言 简直就是无中生有的人类 其实在宇宙之内没有所谓无中生有的情绪 若果有者 其实那只是低次元生命 看到来自高次元空间的投影 因此成为错觉幻象 如若将四次元世界的生命体投影到三次元我人的世界 我人将感受到有异物无中生有般的涌现 Emergence 其实就四次元亦或更高次元世界的生命体而言 那个会投影的物体对三维空间做出投影之际 自己未曾离开过 换句话说 它自始至终都在四次元或更高的空间之内 呈现如如不动的本体状 因为三次元空间只不过是四次元 亦或更高空间的一个子集合而已 根据这一点 不禁联想起宇宙全习观 Horographic Concept所指成 地球上的每一个碎片里 都蕴藏着宇宙相对应的完整信息 因为投影者与被投影的空间未曾舍离过 以下我们共享经典原因 大方广佛华焰金云 无意众生而不具有如来智慧 但你妄想颠倒执着而不证得 经典教导每一位众生都具有如来智慧 然因妄想颠倒执着于自己之所见所闻 所作为真因而无法证悟如来的智慧 中而观之 中而观之 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得相 因为心佛众生源于同意终极本质 是为无恶无别 至始迄今未曾舍离 可见修行足以对宇宙万象给出更深刻 更俊勇的诠释 帮助众生觉醒 不再迷失在现象界的风情万种之中 让生命呈现最高度的自由 终至原正菩提 最后圣玄公祝国泰民安 战役圆满 并爽和福千祥云祭万福并增 每周二早上七点 不见不散哟